好 我們剛才跟老師介紹過就是 有時候難免 檔案不小心上電話 那萬一如果 你還在垃圾桶裡面就直接檢測一下 這是比較快 可是 如果已經從垃圾桶丟到垃圾車清空了 這個又怎麼辦 從來 可以把垃圾車移的 這樣就對了 所以其實 我雖然這個檔案沒有分享 但是我放在我的雲端硬碟 就是那個 您可以到我的部落格上 好 我們其實分享的那個資料 都在我的部落格上有 您可以進到這邊 有一個免費軟體下載區 免費軟體 我都幫各位老師就是 把它分門別類的整理好 所以連進來之後 因為其實網路上那種免費燃體真的蠻多的 這個應該不會出現要您登錄 只是 就是如果你加大卡 他可能會要求您登錄 二門神的帳號 二門神的帳號 因為 我一講之後 SKY 比較早期 剛推出來的時候 他可以把 如果你很具有二門神帳號 是可以轉換成25G的空間 可是現在你沒有 所以你現在就算用有具的帳號還是7G的空間 就是比較早啟用的 那麼我在這邊我都幫 這些內容都有分門別類整理好 這上面只有免費的 只有免費 像我們剛剛那個啟宏老師在講課那段時間 我錄影的那個也是免費的 都還蠻不錯的 好 這邊有檔案管理的 檔案管理的 在這邊 裡面也有好幾個 有好幾個跟 相處有關係的 我從這邊來就好 因為我這邊是雲端紅布的 所以 一樣看得到 檔案管理 檔案管理 在這邊 您進來之後 應該會看到三個 一個呢 一個是 這裡 這裡有兩個 然後上面還有一個 那你來買哪一個 我先實錄一下 給老師看看 好不好 反正說準備幾個沒差 反正就換裝了 隨時代在這邊 萬一有需要的 希望老師不會遇到 但是萬一同事遇到的時候 你可以伸出援手 你不要笑他 趕快我來救你 對不對 好 我們來試看看 我找到一個 這個 有一個 這個 有一個檸檬刀 這個有中文的 我把它摳出來 好 好 我先試這個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應該有新版本 不過沒有關係 還是可以用 好 這個 我就不管他了 我們試一次給各位參考一下 通常我就不理他 我就直接進來了 好 那有中文的話呢 在哪裡 在右上角這邊 它有一個選項 一開始進去可能你是英文的 沒有關係 在選項這邊 直接改成中文就可以了 好 這樣它馬上就變中文了 這樣可能老師在看比較容易 OK 那首先第一個 你要告訴他 你要掃描的磁碟在哪裡 比如說我們隨身碟 我在這邊 那我就開始幫他掃描一下 這個掃描速度 取決於你的容量大 容量比較大的 它繞的時間會比較多 那你有沒有看到 三號完成的 有沒有看到我們左手邊有紅綠燈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是屬於綠燈的 就調非常好 這個是 借不了沒問題 那如果你是屬於紅燈的 就很抱歉 那有的是非常糟 有的是什麼 有點糟 我看現在那個有點糟的 黃燈的 有點糟在這裡 有沒有 反正它可以登號做個指示 但是你也不要太在意 真的 該借我們 就試看看 搞不好 有十碼大火馬力 還有機會救回來 再密充打來 容易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可以找它 比如說像這個 這樣就找它一百多Mb 那我們先確認一下 先確認一下說這個 有沒有 我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新制度的 假設你要借紅燈 你就勾起來 勾起來 那我先給老師 再看一下 這個裡面 有沒有這個資料 我在F槽 有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 叫做雲端簡報大不同的 我們看一下這裡有沒有 真的沒有對不對 你看這裡面 沒有剛剛那個名稱嘛 Therese雲端簡報大不同 沒有 所以我們先試看看 不過呢 老師你在開始搶救的時候 要注意一下 除了 剛剛有提到 發洩幾早治療 就是你有發洩有誤傷了 要馬上盡量先救 如果拖一段時間 可能你的磁區就會被蓋掉 第二個原則是不要在傷口上上 如果你已經 比如說我現在是居場 那 我要救回來 你就不要再存回居場 你就存到你的稀茶 我要桌面 這樣你了解意思 因為 你再重回去又可能 是不是磁區又被蓋掉了 第三個 不要使用磁碟重整 磁碟重整過 你就救不回來了 所以您可以到這邊 如果勾完了 就按右下角 這裡有一個 開始搶救 就好了 所以你看我把 搶 打勾 這個磁碟 我存到我的桌面上 他要問你有沒有搶救回來 然後跟講 如果搶救回來的話 我在這裡打開就會看得到 OK 當然 你一定要打開看看 因為有些時候可能 搞不好 打開裡有 但是不見得打開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好 我們看有沒有 這個 打開看看 好 一般來說 你 救那個綠燈的 通常比較沒問題 我現在救的這個是有點糟的 所以可能 救我回來 有沒有 這個是綠燈的 然後找一個 一般來說 如果萬一你 這個 不行的話 你也可以 用別的網體試看看 都可以 好 這裡還有最後一個 好 這個也有問題 好 那 這裡還有一個情形是 萬一有時候網是比較狠一點 不是只有刪除淡地檔案 是整個資料表上掉的那種 就讓你整個資料表上掉的 怎麼辦 這裡 您可以看到右上角這裡 我們剛剛是選項改裝的雨系 對不對 您可以看到這邊 這個有一個列表 預算的是屬於詳細列表 就是要一個檔案上去跟您看 萬一已經刪除了 如果是整個資料夾的 我會建議老師 換成所謂的樹狀顯示 樹狀顯示 這個時候呢 您按下確定之後 它就像檔案總管一樣 有沒有 那拿一個資料夾 就把它勾起來 比如說這樣勾起來 這裡有一個資料夾 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資料夾 你就把這個資料夾 把它勾起來 這樣 它就能夠恢復了 好 請問問一個 老師 您在恢復的時候 我們最好能夠把這個地方 動作這個地方 有一個 來 我們給我看一下 在動作這裡 有一個最好勾起來 就是恢復木路原有的架構 也讓你的木路比較深 對不對 那它就有回來之後 就把原本的那個木路結構 就一定的 恢復回來 把一邊恢復 比如說你在電視台講一下 有一個B 又有一個C 那你就回來的時候 就是 質量恢復都在 如果這個沒有HOLD 它只把檔案恢復回來而已 就是那種木路結構不見了 它等於全部的東西 都混在一起 這個是 給老師稍微 參考一下的 有時候可能會有遇到這個 那一樣就開始搶救 所以 這幾個小融體原則上 玩一個就不到 你就多試另外一個 多試一下 另外兩個呢 只猜到沒有什麼 沒有提供中文版而已 好沒有提供中文版 其實都一樣 使用方式都蠻接近的 像這裡有一個 這個 應該在這下面 這個 使用界面都差不多了 你要找一個 要拿一個磁碟機 開始分期 開始分期 比如說 分期 然後一樣 它就讓你分期好 哪些可能還救得回來的 那 找到就 就直接開始搶救 很低的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 我就不用做太多的 太多的介紹 這樣老師對於 展開救援 還可以嗎 可以 好 那 差不多我們現在已經三點了 那等一下呢 就 如果老師你對 我們剛剛講的 新制圖 有興趣的 你可以一架 帶我們一架到電腦教室 我們再一起來 試看看 好不好 那我今天可能就先站在這邊 謝謝大家